女士整容真是女衛妓者的 男士整容是否覺得自己有缺陷才整 還是覺得自己不夠完美整 很多個案看到他整得很好 其實完美主義者一般沒有分男女 但是現在房間人均收入多了 男士找過做最常見是把疤痕磨平 因為男士的暗瘡很嚴重 男士在過往不懂得處理自己的皮膚 而產生皮膚感染、暗瘡 不懂得處理疤痕很多 當然也有男士個別想做瘦的面 這些個案都有 所以現在男士要求做醫學美容 或者做皮膚護理是多了 女士經常打Botox 然後採缸 可否籠統地介紹 用來最輕便的美容 這些療程都做 不會有傷害性 越做越漂亮 去到一些比較 不用經常做 但做一次效果很好 或者做一次更多 極端一點是危險的 你真的有好需要才做 有三個層次 這醫生會怎樣幫我們想 其實問題問得很聰明 也可以看到 其實醫學美容 這件事不單單是微整形 因為涉及醫學美容 現在整體塑溜症我都提及 不單是找得我們做醫學美容 它是想改善很多東西 剛才我提及了 它可以改善自己的膚質 即皮膚的改變 可以改善它的形態 譬如現在形態 有些機器可以局部 和它掃脂 我們掃身 譬如真的把脂肪拿走 另外還有一些 就是 基本上 是 隨著年紀流失很多 一些物質 譬如透明質酸 或筋膜開始鬆弛 很多方案可以解決 譬如筋膜提升 令它填充流失的物質 例如打個比喻 例如蕃茄 當蕃茄失了水 開始潮皮 你發覺蕃茄會萎縮 沒有水分 沒有支撐 所以醫學美容 很多時候 就像一個蕃茄 我們注入水 將皮膚注入水分 填充 令它回到原始蕃茄 即是很乾窄 很乾溶的情況 所以 其實 剛才我提及了 在不同的方向做不同的事情 亦都不同的階層 我們可以做不同的事情 除了剛才我們提及的微整形 是真的我們會做一些注射物 或者剛才打一些填充物之外 其實現在涉及美容 還有些光學療程 甚至有些高頻超晶波療程 這些相對來說 是可以不需要打注射物 甚至是無創 當然不可以這樣用無創 任何intervention都可能有創傷 只要適當你做 才叫做無創 或者低創傷性 所以 籠統一點說 其實現在醫學美容 已經越做越多事情